各位同学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项实际的这个操作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网页呢 把它上传到我们的GitHub上面 那相信同学们都应该有一个账号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大概的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到这个网站 GitHub这个网站 那GitHub这个网站的话呢 就是大家先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的话 就大家先注册一下 注册它会计封那个确认信到你的email信箱 那接下来你启动之后就可以了 那有了这个账号之后呢 你就把它登录进去 你就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就登录进去 那像在右手边呢 因为我之前有见过很多的那个Repository Repository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储存库 那你可以放你的程式 也可以放你的网页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你登录进去之后呢 我们首先当然就是要先 先创建一个new的一个Repository 一个新的储存库 那你这边的话 你可以名字可以自定 然后这边 那不能就是应该 不会跟你自己其他的Repository重复 你自己其他的一个网页空间重复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description 就是描述的部分 然后公开 然后你就create了一个Repository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要在setting这边呢 把它改成一个网页的这个模组 改成网页模组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放置你的网页的部分 好 所以呢 你这按setting的地方 好 你一直往下找 找到一个pages的一个设定 反正 不过他有时候版本不一样 可能会不太一样 反正就是找到一个叫pages的 的一个session 然后你把它点进去 好 那其他都不用改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 选择一个你要的主题 好 那这主题其实也没有关系 只是方便你的设定 所以你就是选一个主题来做一个套用 好 那在这边的话 你就随便挑一个主题 好 然后就他会套用他的这个样式 好 然后这就是你大概看到的样子 那接下来呢 再回到你的那个page的地方 把它重新的去指引过来这样子 所以你又回到你的setting里面的page是这边 好 那你就可以去把它 就可以把它叫 就是网页叫出来 那接下来呢 你回到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空间的地方 你的repository这边 有一个code的地方 有一个code的地方 好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你的目前的这个网页的部分 你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就是一个新的file 好在这边做一个设定这样子 好所以可以新增加 好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就是例如说你可以 你已经写好了你就可以把它上传 好那这样的话就完成这样子 好然后你随时如果不知道你的网址的话 好你就随时到那个setting这边的pages这边 好那这边就是你的网址 好那最后呢你再把这个网址把它贴上来 好贴到我们的坐月区的地方 好这样就完成了 好这样就完成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个一个可以做一个导流好网址网页的部分 那导流网页它其实就是很常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其实在HTML的head的tag里面加上一个HTML码这样子 好不过我们因为我们HTML还没有正式的来讲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先跳过 我们只要先了解这一段的文字在说什么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页来说明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用到一个 这个叫做Meta的一个tag 然后里面的这个属性的话呢就是 我们是用HTTP的这个Equivate这个属性 那它的语法呢就是先一个Meta的这个tag 然后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属性的名称 好叫HTTPT-EQUIV 然后等于那里面有它的那个属性值 好它刚才有说到 所以它里面大概功能就是什么 好就是说例如说网页的自动更新啊 好然后编码啊然后优先样式等等 都在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设定 所以呢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网页自动更新嘛 好所以就是你的Equivate的那个属性值呢 你就给它输入这个refresh 然后content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例如说你输入10的话呢就是它每10秒呢就会refresh 这样子好就重新整理一次 那我们偷偷呢在这个例如说10的后面加一个分号 然后加上一个URL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事情 就是说它会自动帮我们转到这个网址 好自动转到这个网址 那我们接下来看要怎么用 所以首先呢我们先到这个网页的地方 我们输入这个git 好那你就登录进来嘛 就登录进来这个账号 这是我另外一个账号 我先登出 那我再登录一下 它需要一个手机的验证吗 应该它寄到信箱里面 我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重新再操作一次看看 好重新再看看 首先你看到你的这个右边的地方 不是左边 左边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new repositories 那这个是之前见过的 然后你就再new一个进来 好如果超过数量你就到处把它删掉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是refresh的 好那我就是用来做refresh的url 然后这个是public嘛 其他的就不用了 那我就直接create了一个 好那我刚才说了create了之后呢 那你要成为一个网页的话呢 好那你就在settings这边 好settings这边 然后往下找一下叫做pages的 好这边 好那我们就点选它 好那这边呢 我们就套用一个主那个色板 然后就直接套用 好那套用之后呢 好你再点选一下那个 好这边 这边这边的任何的改改变的话 你就是点选一下commit change 好那它就会设定好 这样子好它就会改好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settings的这边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设定 好pages这边 好然后这边呢它说你这边已经完成了一个就是你的可以说是一个web page的一个website 好然后你可以点选进来看一下 好你用右键重新分页开好了 好那这就是你的这个新的这个网页 好新的这个网页 好那你可以再回到那个pages这边里面 好然后点选一下我们的code的地方 好那code的地方 好那code的地方这边就是有我们的一些需要做一个设定的动作的地方 好设定的动作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在这边来做一个设定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操作 首先呢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记事本 好记事本 然后呢把刚刚那个这一段的把它打进去 好这段把它打进去 好那其他的takes 这个的话呢我们就先不用管它 好其他的tag我们就先不用管它 好那我们就打一下 好这个 好那这边的话呢刚刚讲过就是它是一个meta的一个tag 然后这是它的属性 好这个就照打就可以 那这个也是这样是refresh它的那个属性值 好那content的部分的话 这个0的话呢就是它0秒就是它直接就转值 好那如果你有时候让它等的话呢 可能例如说等个1秒2秒3秒都可以 好那5秒的话就有点久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网址 好就看你要让它到哪里就去哪里这样子 好或者说你想要让它到我们学校 好那我们把它另存新档 那这边改成所有档案 好这边呢名称我们叫做index.htm 好index.htm 好然后把它存档 好那这都完成了 好那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就选择add file这边 好我们直接upload file 然后呢我们就choose your files 好在文件的地方把它上传 好那记得还记得我们这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吗 就是这个 好commit change 好就是我们 呃 确定我们要的改变这样子 好所以每次一定要按一下那个commit change 好那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 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在 呃 刚刚那个网页不见了 然后我们再setting这边 好那你这边的话呢就输入这个index.htm 好你看他就会转过来转到直接转过来这网址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 好所以呢 呃同学们就是把这一段的网址呢贴上来 好那我们知道你完成这个练习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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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